提升肉品的新鲜度 中华民国家畜肉类同业工会 近几年来积极地辅导猪肉摊商 使用温控冷藏的设备 华联市的重庆市场响应这项政策 已经有五家肉摊更换使用温控设备 业者表示不仅保持了肉的新鲜度 也让消费者更加安心 愿意前来选购 现代人越来越重视食品维生安全 对于温体猪肉的新鲜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中华民国家畜肉类同业工会 近几年来积极辅导猪肉摊商 使用温控冷藏设备 以18度的低温要维持肉品新鲜 因为现在我们国人的需求 都观念都有在改变 然后呢在这么大的这么热的天气 如果我们没有在温控这一块 来帮忙我们的这些买家 还有我们的这些客户做一个把关 那如果说在温控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消费者买回去 就可以很放心的吃下去 又可以很安心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 就是在我们农委会的一个指导 跟一个补助之下 我们就是来推广我们全国的所有的市场 在温控的这一块 能够让我们的业者来提升 花莲地区目前有200多家猪肉摊商 在肉品市场的协助辅导下 有越来越多业者加入了温控供应链 肉一台好像补助15万 其他的不够自己跟他配合 配合款 所以现在这个补助之下 我们这里市场这里面也做了五台 这个重庆市场已经做了五台 相信我们重庆市场这个市场 也有20摊左右的肉摊 很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来通通把它做好 尤其我们花莲有差不多要200个卖肉的肉摊 也希望各地方各乡镇可以多多来改进 因为天气一天一天的炎热 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 给我们的消费者买更好的猪肉 更安心的猪肉 花莲市重庆市场内目前有五家猪肉摊改用温控设备 业者说保鲜度提高了 消费者的信心也增加了 老板娘你怎么会想要来增加这个设备 保持肉热新鲜 我们客人也 我有问过客人 客人也觉得说可以 他们都有接受 所以我才做 最主要就是我们品质要保持好 要照顾到品质 因为有的客人不一定一大早就来 有的快中午才有下班 来的时候肉都会已经 对太久了 所以我们有跟客人稍微 我自己有跟客人讨论一下 他们是觉得说这样很好 嗯 这样比较新鲜啊 比较新鲜啊 那有差吗 有啦 有差 人看到有边人比较爱 对吧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蜂子比较厚 跟以前大型来做 对对对对 对啊 以前是没有 现在有较好 哦 这样吧 人客有较爱吗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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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都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然后替他们把关 温体猪肉的温度 温度 对 然后就是希望客人可以买到最好的猪肉 而且是最新鲜的猪肉 对 这样子的肉比较新鲜 比较保鲜 保鲜哦 对 做了之后客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对 比较好 比较好 有差吗 有 跟之前传统差在哪里 因为它这个有温度 有冰 夏天的话 那个猪肉也是会比较漂亮 也比较保鲜 哦 所以你卖的也比较安心 对 面对消费者的需求 即将开放美中进口 本土肉品摊商要积极转型提升品质 才能够抓住消费大众的购买信心和意愿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